还有关心经济议题 看中了东协十国的前景 国内已经有银行 前往设立分行 尤其是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更有六家台资银行进驻 我们的专期报道 藏身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区的这栋大楼 外墙涂上招牌的绿色外观 它是来自台湾的玉山银行 东协火热当然不能缺席 尤其是北东协这一块 比起西方国家柬埔寨发展正准备起步 国外资金易住银行也要抢得先机 它将来的中产阶级 可能串起的成长速度也会是比较快 相对对于经济成长的动能 的推动也会比较高一些 银行受决敏锐 台资银行闻到了柬埔寨的商机 已经有六家进驻当地 等待的就是这一波北东协的崛起 放眼望去 金边市区有两栋特别显眼的高楼 其中一栋是当地银行龙头 嘉华银行 嘉华银行总裁方桥生 是移民加拿大的柬埔寨华侨 不过早在1991年 就看好柬埔寨的投资环境 回到柬埔寨成立银行 1996年再投资房地产 眼光精准 现在还打算开始网购商务 虽然柬埔寨有自己的货币 但是当地却几乎都用美金交易 反而变得稳定减少了外资的转汇风险 这个是一个利息 因为很多外商投资以美元计算 卖货也没 就当中不用转 它没有外汇的风险 这个是一个好事 除了柬埔寨 北东协国家中被视为最有潜力的缅甸 现在也正在积极对外招商 沙石车穿梭 好几台挖土机正在施工 阳光以南25公里的迪拉瓦紧急特区 占地2400公顷 相当于92个大安森林公园 是缅甸政府首次开放 能够让外资在成租的土地上 登记自己的名字 压低价格让外资合法拥有土地 是招商的一大诱因 日本企业积极投资缅甸 以迪拉瓦为例 虽然缅甸政府持有50亿 过半的股份 但是主导招商 还是由持有49%股份的 日本企业进行 由于距离仰光 只要一个小时车程 迪拉瓦经济特区的基础建设 正在快速兴建 加上还有大陆和南韩参与投资 未来这里将成为称奇缅甸经济的 重要开发之一 TVB新闻杨清波彭光伟 在东协的采访报道